咱们今天这案子叫阴差阳错的毒饮料 事呢 从14年说起 14年1月5号是一个周日啊 礼拜天 这事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北京 那一天呢 北京的天气好极了 大家都知道啊 在那几年一到冬天 北京总是闹雾霾 对吧 但那一天呢 是难得的蓝天白云 有一个小男孩叫小豪 岁数不大 五岁半 他呀 趁着天气好 在外边呢 玩了一整天 五六岁年纪的小男孩 正是体力精力旺盛的时候啊 晚上七点来钟 没吃晚饭 就上床 困了 睡觉了 可是 谁也没想到 上床没多久 意外可就发生了 睡了也就那么十来分钟吧 可能小豪啊 是难受 一下子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然后小豪的妈妈一看 小豪呢 不对劲 嘴唇发紫 睡觉之前 小豪还是活蹦乱跳的 怎么突然一下子在家长眼皮子底下就出事了呢 小豪的父母也紧张也害怕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带着小豪呢 就去了医院 到医院 到医院之后啊 小豪那嘴唇是又轻又紧 眼睛呢紧紧的闭着 一点意识都没有了 甭管怎么喊 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个五岁多的孩子突然一下子活蹦乱跳就变成这样了 父母啊 急得都不行了 医生当时一看 哎呦 这孩子呀 很可能是中了毒了 赶紧的吧 进行检查吧 这一检查 发现孩子的血液 以及胃内容物理 存在着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呢 是一种有毒物质 对吧 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有毒物质之一吧 包括平时吃的咸菜啊 这隔夜菜啊 都有可能含有亚硝酸盐 医生说呀 从临床上这么一看 应该就是亚硝酸盐中毒了 亚硝酸盐呢 你要是外观上看上去啊 跟咱们平时吃的那食用盐是一样的 白色的晶体 但是这个亚硝酸盐含有剧毒 食用0.3克到0.5克 就会引起中毒 甚至严重了 会直接导致死亡 那小豪的身体里边 怎么会检测出亚硝酸盐呢 小豪的爸爸这时候啊 突然就想起来 哎 是不是喝饮料喝的呀 因为小豪啊 当天跟家人早饭午饭是一块吃的 唯一不同的是他没吃晚饭 睡觉之前呢 喝了一盒饮料就上床了 那这问题是不是就出在饮料身上呢 同样的饮料 家里还剩下两盒呢 小豪的爸爸赶紧回家 把那两盒饮料取过来 这么一检验 发现这饮料里确实有亚硝酸盐 到底这饮料里为什么还有剧毒成分啊 这个事情现在还不是当务之急 最重要的是得把小豪给救过来 经过一整晚的全力的救治 很遗憾 小豪呢 还是没能被抢救过来 一月六号入院十二个小时之后 小豪幼小的生命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了 父母接受不了啊 在父母的眼里 小豪这是命根子 一直健康活泼 这样一个意外 让小豪的父母感觉天都塌了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亚硝酸盐这名字 他们之前都没听过 这饮料里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啊 一月六号 小豪的爸爸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了 警方呢 随后介入了调查 首先就要弄明白 这饮料是从哪来的 小豪的父母啊 不是北京当地人 是安徽人 但是到北京三十多年了 做这个废品交易的小生意啊 生意呢 也还不错 小豪的妈妈说 有一个呀 捡废品的李大娘 平时呢 就会把捡来的废品卖给他们 这也算是熟人了 小豪出事那天中午呢 李大娘来买垃圾了 临走之前呢 说有人送给他几盒饮料 转送给了小豪的妈妈三活 拿去给小豪喝去吧 小豪呢 就是喝下了其中的一盒 就出了事了 那么这别人送给李大娘的饮料 怎么会有毒呢 难道是想对李大娘下手吗 小豪的父母啊 带着民警就去找了李大娘 可没想到 就在小豪住院的1月5号那天晚上 李大娘也中毒了 也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李大娘啊 在给小豪妈妈送饮料之前 自己呢 也喝了一盒 卖完垃圾 回家之后 哎呦 就感觉浑身的不舒服 后来就晕倒在床上了 李大娘的儿子 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送去了医院 李大娘呢 经过救治 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啊 醒过来之后 李大娘跟民警说 哎呀 我也不知道 这饮料里有毒啊 民警呢 你得刨根问底啊 你得问呢 是谁送给你的这有毒的饮料啊 李大娘 这才说了实话 嗨 不是谁送的 饮料啊 是我在捡废品的时候 从一个小区的垃圾箱里边捡回来的 我当时看那盒子也没拆 里边满满当当的 这要扔了怪可惜的啊 我心里还想呢 谁这么不过日子呀 把这么好的饮料 怎么就扔了呢 我把饮料给小豪妈妈的时候啊 我没好意思说是捡来的 我这才说是别人送的 那么李大娘说的是不是实话呢 会不会 他是为了替送他饮料的这个人隐瞒 才不得不对警方说谎呢 按照李大娘说的时间和地点 警方啊 调取了相关的监控录像 还别说 还都被拍下来了 2014年1月5号中午11点50分左右 戴着口罩的李大娘啊 登着三轮车就来到了事发的小区 陆陆续续的呢 反正就往三轮车里放那些捡来的废品 11点56 李大娘啊 捡到了一箱饮料 监控里边可以清楚的看见 李大娘用右手拿着饮料 哎 这监控跟李大娘所说的 这可就对上了 看来这饮料啊 确实是李大娘捡来的 哎 李大娘这饮料是哪来的 这问题解答清楚了 接下来就又有一个问题了 那这饮料是谁扔的呢 警方开始啊 往回倒这监控录像 很快就有了发现了 就在李大娘捡饮料的八分钟之前 1月5号中午11点48分 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中年女士 从垃圾箱旁边的一个单元门里走了出来 手里呢 哎 就捧着这箱子饮料 11点49把这饮料扔了 空手就走回去了 这就说明 这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士 应该就住在这单元楼里 根据监控 警方随后就找到了这个女士 这位女士呢 姓周 43岁 周女士啊 面对警方问询 做笔录的时候 她就说了 啊 这饮料啊 是四个月之前 我儿子买的 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看也没人喝 随手就扔了 我也不知道 这饮料里边有毒啊 那么 周女士的儿子买回来的这饮料 是不是她买回来的时候 这饮料就有毒了呢 对于饮料有毒这件事情 周女士的儿子是不是知情呢 警方 很快就找到了周女士的儿子 周女士的儿子呀 叫吴小军 18岁 这小伙子 面对警方问询的时候 倒是挺实话实说 他说了 饮料里的毒 就是我家的 吴小军 在被逮捕之前 是北京一个职业学院的学生 吴小军说呀 案发前四个多月 他从网上买了这箱饮料 又找到了一家买亚硝酸盐的化工品店 随后呢 他把亚硝酸盐用那个针头啊 就注入到了饮料里边送给了自己的奶奶 他说呢 就是想着奶奶一天喝一盒 让奶奶慢慢的毒死 吴小军的奶奶呢 当时看到孙子送的饮料 还挺高兴 把包装拆开之后啊 倒是没怎么喝 老人家呢 一来是不习惯喝饮料 平时就喜欢喝白开水 二来呢 老人家都过日子 感觉饮料啊 这是好东西啊 自己舍不得喝 于是呢 就又给了吴小军了 吴小军知道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啊 他肯定也不敢喝呀 后来吴小军的母亲呢 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把这饮料啊 给扔了 这么着 才让捡垃圾的李大娘给捡着 不仅自己喝了 还送给了小豪的妈妈 最终阴差阳错的五岁半的小豪 这个可怜的小男孩 就死于饮料中毒 一箱饮料啊 从一个在校学生开始 多次转手 最后到了一个毫无关系 毫不认识的儿童手里边 这是一次蓄意投毒 但是阴差阳错的 却害死了一个毫不相干的 无辜的孩子 小豪的死 已经是真相大白了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 随之而来 吴小军是很坦诚啊 我买这饮料 我往里边加毒 就是为了毒死我的奶奶 那他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奶奶呢 2015年4月2号 这起案子呀 公开审理 这个案子当时还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问题啊 就他为什么要毒死奶奶 这个问题就成了庭审的关键了 据吴小军说呢 他家呀居住条件比较差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上他 一共是五个人 可是他们这房子面积只有39平米 其中呢 爷爷奶奶住在面积比较大的主卧室 吴小军跟父母呢 住在次卧 各位您想啊 哪怕五六十平米啊 弄成两室 可能都没那么特别宽敞 更别说39平米的房子 出来俩卧室 还得有厕所 还得有厨房 到底每个卧室有多小 可想而知啊 次卧呢 就只有一张床 没有其他空间 说再摆一个单人床之类的了 吴小军从小就跟父母睡一张床上 因为他们家居住条件非常的紧张 这就是吴小军想对奶奶下毒的理由 那么吴小军说的这事 是不是真的 这是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吴小军呢 提到了为什么要对奶奶下毒 这跟他们家住房紧张是有关系的 到底这是不是吴小军最真实的想法 还得看看吴小军的奶奶怎么说 吴小军的奶奶出事那年是七十一岁 提起来孙子投毒的事 这老人家呀 不明白 不理解 吴小军的奶奶说了 我没想到啊 不光我没想到 把这个院里的人呢 都惊到了呀 小军这孩子从小是我带的他呀 吴小军的奶奶呀 还跟各路媒体记者展示了很多之前的照片 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 吴小军从小跟爷爷奶奶特别的亲密 吴小军的奶奶说了 因为这么多年呢 一直住在一块 吴小军小时候都是奶奶帮着照看的 据吴小军奶奶回忆 那些有毒的饮料是2013年国庆节前后 吴小军送给他的 他呢 打开喝了一盒 但喝完之后啊 就吐了 当时吴小军的奶奶也没把自己呕吐啊 跟这饮料联系到一块 就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了 是吃的不盯对了 还是没睡好啊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竟然是孙子送给自己的饮料里边投了毒了 吴小军的爷爷呢 79岁 投毒的事情发生之后啊 吴小军的爷爷也是难过至极啊 吴小军的爷爷呀 也介绍了他们家这住房紧张的情况 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呢 原来是单位的工房 90年代 房改啊 就卖给个人了 后来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也挣不着什么钱 一直也就没再买房子 就在这套房子里 吴小军长到了18岁 吴小军后来在法庭上自己也说 说随着自己逐渐长大 跟父母同处一室 这成了他的心病了 他说16岁那年开始啊 每天一上床 心里边就想着 哎呀 我要是自己单独睡一个屋 旁边没有我爸妈 该多好啊 因为吴小军呢 跟其他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晚上睡得很晚啊 要是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屋子 想玩会儿手机啊 想干点什么事啊 哎 这都方便 有自己的隐私 吴小军就总想 什么时候 我能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环境呢 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呢 后来这就成心病了 什么叫心病 那就是天天都在想这个事 不过说来说去 哦 住房紧张 这就成了 你要毒死奶奶的理由了吗 这怎么听 怎么也太牵强了呀 这背后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呢 吴小军说呀 有 什么原因呢 他说呀 爷爷奶奶对自己一家不好 随着吴小军长大 居住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后来反而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甚至吴小军认为 哪怕这么紧张的住处 他也要失去了 因为在2008年 爷爷奶奶啊 让吴小军的父亲去申请保障性住房 其实咱们现在来看这好事啊 对吧 爷爷奶奶 人提这么个建议 这要申请上 那这日子不就好过多了吗 住房不就宽敞多了吗 这是为了吴小军一家人好啊 但是吴小军不这么看 吴小军就认为 这是爷爷奶奶在变相的赶他们一家呢 不让他们在家住了 后来人吴小军的爷爷奶奶也说了 说让他们一家出去申请房子是真的 是出于好意 尽管爷爷奶奶这么说 但吴小军还是不认可 他说了 用不着出去申请房子 就在这个房子里 我都能有独立空间 我都能改善这居住条件 为什么呢 别看他们家房子小 但是除了主卧和次卧之外啊 这两个卧室中间还有一个很小的储藏室 尽管没窗户 但是这毕竟是个独立空间 这小军呢 就总想搬到小储藏室里边住去 反正装个小单人床就行了 当时呢 小军的爸妈 包括小军的姑姑 都跟爷爷奶奶提到过这个事 说小军也大了 让他过去住去吧 去那小储藏室就行了 但是爷爷奶奶呢 没同意 吴小军的爷爷说了 说因为储藏室里边啊 东西特别多 常年累月 这都好几十年了 乱七八糟堆的 没法收拾了 根本收拾不出来给孙子睡 可这个说法啊 被吴小军的姑姑给否认了 吴小军的姑姑说呀 这个小屋虽然小 但住过人 自己在出嫁之前一直就住在这 后来 面对这样的说法 吴小军的爷爷又解释了 说之所以不想把储藏室腾出来 除了不好整理之外啊 这是第一点原因 第二个原因 也是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希望吴小军的父母 不要再过度依赖他了 因为这些年 我们老两口子 为他们这一家三口付出的太多了 其实啊 吴小军的家真是个不幸的家庭啊 吴小军的父亲呢 是个残疾人 成年之后 身高也只有一米二 各位一米二啊 一般孩子 到了这幼儿园 大班啊 小学一二年级 肯定都长到这个个了 一个成年人 一米二的身高 这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吴小军的爷爷说 这么多年 为了照顾自己残疾的儿子 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 1994年 吴小军的父母 是通过征婚 这才结了婚 吴小军的父亲是残疾 他的母亲 同样是残疾人 身体呢 是那种很严重的驼背 1995年 吴小军出生了 别看父母都残疾 但吴小军非常的健康 当时一家人啊 都高兴 吴小军的爷爷说 他呀 一直照顾着残疾的儿子 儿媳 让他们一家和自己住 可这些年来呢 子女们非但不对他感恩 反而越来越依赖他们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吴小军的姑姑说了 说不是 我哥和我嫂子呀 虽然残疾 但一直工作 很努力 没有啃老的思想 事情到这儿 可就有意思了 那一家人 各有各的说法 更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通常哥哥嫂子 跟自己的父母 有了矛盾了 那么 这姑娘肯定是 向着自己父母啊 那吴小军的姑姑 为什么言语之间 却更倾向于 吴小军父母这边呢 更倾向于自己 哥哥嫂子这边呢 其实啊 在这个家里边 关于房子的争吵 这就是导火索 在吴小军看来 长辈们关系 确实不怎么地 这事啊 是有原因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吴小军跟他的奶奶 是越来越剑拔弩张 怎么回事啊 原来啊 吴小军的奶奶 不是吴小军的亲奶奶 你看这话也说啊 多绕腾的话 这吴小军的亲奶奶 早年间因病去世了 1993年 吴小军的爷爷 和现在这奶奶 重组了家庭 那时候啊 还没有吴小军呢 吴小军的父亲呢 也还没结婚呢 吴小军认为 奶奶和自己 没有血缘关系 不会真心对我们一家好 对此吴小军的奶奶啊 也觉得冤枉 他说呀 当年小军他爸 那婚事 还是我帮忙张罗的 对于这个重组家庭 我付出的可不少啊 我儿媳妇生孩子 小军出生的时候 那是我伺候他做的月子呀 其实啊 一开始呢 家庭关系还可以啊 后来这近十年吧 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原来吴小军的两个姑姑 经常会回来一大家子 吃团圆饭 现在俩姑姑 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甚至啊 吴小军的爷爷奶奶 开始自己做饭 自己吃 各位39平米啊 这等于是住着两家人 两个房间的门 经常都是紧闭着的 就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啊 这两个小家庭 老两口是一小家 这边一家三口是一小家 哎呦 这是完全对立的 在这种对立之中 吴小军慢慢的就长大了 在法庭上 吴小军说了 为什么对奶奶下毒 不对爷爷下毒 爷爷是亲爷爷 奶奶可不是亲奶奶 对吧 再者呢 不想让奶奶继承这套房子 但吴小军不知道的一点是什么 当年买这套小房子的时候 都是奶奶凑的钱呢 2015年 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 恕罪并罚 判处吴小军 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小军呢 提起上诉之后 2015年11月份 二审法院做出了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原本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 可是吴小军 却因为自己的行为 只能是在监狱里面啊 等待着一个未知的命运了 这案子说完之后 咱们回过头来想想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啊 在这出悲剧里面 这几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 首先来说 吴小军的父母 没有教会吴小军一个正确的家庭观念 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之中 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 甚至因为吴小军的父母 对于吴小军的爷爷奶奶也总是有微词 甚至后来关系紧张到那个程度 这在吴小军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之中 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再来说 吴小军的爷爷和奶奶 有问题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去沟通啊 去交流 总是呢 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是老子 对吧 你们都得听我的 你们都得尊敬我 照顾我 很难放下身段 这种观念 不光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其实现在在我们身边啊 很多的家庭里面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 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之间 本身观念呢 这个价值判断呢 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这时候就应该是互相尊重的 而不是说我就是对的 你们就是错的 我是老子啊 我一切都对 这样长此以往 不说关系一定会破裂吧 但至少也不会和睦到哪去 你看有句老话 父辞子孝 父要辞 子要孝 什么叫辞 什么叫孝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要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尊重啊 同时在这个案子里面 之所以最终会造成悲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奶奶不是亲奶奶 爷爷奶奶 这是一个再婚重组家庭 再婚家庭如何处理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包括再婚家庭 这个财产的分配上面到底应该怎样的来进行处置 这都是大的问题啊 现在社会上很多类似的家庭 确实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婚家庭 如何和双方的子女来进行相处 如何来从中协调这方面的关系啊 这都是需要策略的 都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其实啊 从这个案子里面能够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 当然如果您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说对我们中国式的家庭关系 有着怎样的看法和理解 都可以在咱们节目下方啊 留言 咱们一起呢 来讨论讨论 咱们呢 继续来讲铁路公安板块的经典案例 1983年6月17号凌晨1点50分左右 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站派出所民警进华 结束了在车站二楼大厅的执勤之后 拖着疲惫的步伐 回到了位于二楼家层的休息室休息 因为执勤过于疲惫了 他在外间的一张床铺上躺下之后啊 没多久 呼呼的就睡着了 这个休息室呢 一共是里外两家 包括进华在内 当时一共有13名民警 早上5点10分 进华被同事叫醒了 因为啊 又该他上岗了 但是他起身之后却发现 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警服 大眼帽 便携式对讲机 和一支装着五发子弹的五四式手枪 不翼而飞了 一开始啊 他以为是同事们在跟他开玩笑呢 把他的行头给藏起来了 于是挨个的把同事叫醒 帮忙寻找 但是十几名民警 把休息室的里尖外尖 那是翻了一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进华的家伙事 这一下子在场的民警都意识到 出了大事了 如果是被不法分子偷了去了 穿着警服揣着手枪去作案 后果不堪设想 尤其当时啊 还是在两会期间 一想到这儿 头皮发麻的进华 只好老老实实的把情况 向北京站派出所汇报 民警的警服 枪支 还有执勤器材被盗 再加上是在非常时期 这起案子 非同小可 公安部 铁道部 北京市委市政府 迅速的做出了指示 要求北京市公安局 和北京铁路公安局 立即全局动员 一方面 增派警力 加强人民大会堂 两会代表驻地的安保警卫工作 防止罪犯 身穿警服 混入警卫去搞破坏 一方面呢 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 和北京铁路公安局 北京铁路公安处 抽调精干警力 组成617大案专案组 立即前往北京站 进行现场勘察 北京火车站 日客流量 至少十三四万人 来往人员复杂 勘察难度 可想而知 更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 案发现场 因为那么多民警 翻找失误的缘故 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十几个人的指纹 分布在休息室两间屋子的 里里外外 因此现场勘察 没有发现和提取到 任何有价值的物证和指纹 那只能用最笨的法子了呀 对静过休息室的人 进行排查和问询 案发当天 在北京站直前的民警 一共是34个人 一点的时候 进华回到休息室的时候 屋里连他在内 一共13个人 其中八个人在里间休息 包括进华在内的五个人 是在外间休息 这间休息室 只有一个门 通向北京站二楼大厅 门上安有撞锁 按照规定 出入休息室的人 必须进门之后 把门锁给撞上 从一点到五点 这段时间里 仍然有其他民警 在这间休息室里 进进出出的 偶尔呢 也会有北京站的工作人员 进进出出的 这就给查访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但是专案组 仍然凭借强大的毅力 把当时在这间休息室里 进进出出的人员 紧力寻找出来 并且挨个的进行询问过关 同时从问询笔录里 寻找破案线索 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周明反映 他在两点二十分和四点十五分 两次进入休息室 这两次门都是锁着的 他都是用配发的钥匙 把门给打开的 在四点半之前 还有几名民警 进出过这休息室 这些民警反映啊 门都是锁着的 他们都是用钥匙 把门打开的 而在四点半 进入休息室的民警 颜国回忆说 他在拿钥匙 打开休息室的门之后 随手把门一关 门锁是不是被撞牢 他记不清了 而在周明五点五分 第三次进入休息室 叫班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休息室的门锁是开着的了 没用钥匙 一推就把门给推开了 另外 北京站工作人员反映 位于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休息室 在一点左右 经过一名自称是民航机场保卫科的男子 这个人在四点左右就不见了 经过调查 这个人呢 确实是北京首都机场的保卫科干部 刘某国 当时说是回河南老家探亲 但因为距离搬车发车时间还早 因此借用北京站工作人员休息室睡一觉 休息到四点四十五分 离开休息室 去长途汽车站 赶搬车 五点二十五分 进入工作人员休息室打扫的人 发现在休息室内的长椅上 凌乱的堆放着十八桥凤凰牌 过滤嘴香烟 价值一百六十多元 问遍了当时北京站当班的民警 工作人员也都问过了 看是不是有人买过或者没收过香烟的情况 结果呀 大伙都说 没有没收或者买这香烟呢 不过呀 有一名民警回忆说 在四点左右 他呢 在后车大厅门口直勤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呢 拎着两个大手提包 在门口那徘徊着 上前盘问的时候 顺便就瞄到了这手提包里的东西 是整条的凤凰牌香烟 还有罐头 一开始专案组怀疑事情 是这号称是民航工作人员的刘国干的 但是经过见过刘国的车站工作人员 和见过拎着香烟罐头的陌生人的那个民警 对各自外貌的描述 发现根本就对不上号 通过河南警方也找到了刘国 刘国承认他曾经在北京站工作人员的休息室休息过 但他没带凤凰牌香烟 当他进入休息室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有烟在休息室里 离开的时候呢 因为急匆匆的赶车呀 所以也没在意 因此专案组排除了对刘国的怀疑 根据查访结果 专案组认为这起案件极有可能是流窜犯作案 案发时间大约在凌晨四点半到五点这个区间段 罪犯可能是趁二楼民警休息室门没关好的机会 偷偷的溜进休息室 当着一屋子睡觉的民警 实施偷枪 偷警服 偷警务设备的犯罪行为 在偷盗结束之后 有溜进一楼的工作人员休息室之后 把提包里的香烟取出来扔掉了 把警枪和警服塞进提包之后逃离现场 不过也不能排除车站内部人员和居住在车站周围地区的犯罪分子作案的可能性 在确定案情之后 由北京铁路公安局电函全国各兄弟铁路公安局 要求立即组织民警对6月17日五点以后 从北京发出的旅客列车进行登车检查 筛查犯罪分子 由北京市公安局通过电传的方式 对全市分局县局和有关业务处进行指令部署 立即组织警力在北京市内的四大火车站 八大长途汽车总站 机场以及要道路口 重点地区繁华场所进行严密的控制 发现有身穿警服 佩戴枪支或者携带包裹的可疑人员进行甄别盘查 指令北京市范围内的所有小件寄存处 对6月17日凌晨以后存入的包裹行李全部开包检查 指令各分局县局下的各派出所 组织警力在保卫干部的配合下 对北京市范围之内的500多户旅店 还有可以留宿的浴室澡堂进行严格排查 组织北京市范围内 治安联防队6000多名队员 在派出所民警的组织下加强巡逻 尤其加强夜间巡逻 另外组织专门力量以北京站为中心 对居住在北京站周围的有过暗底的人员 以及平时曾经在单位受过行政处分的人员 进行认真的摸底 6月17号晚上10点半 西城区公安分局户籍科干警张兴 治安科干警朱昌和防火科干事张祥 这三个人呢 排查到了三里和玉池的时候 玉池女服务员刘蒂 就向这三名民警揭发了一个情况 说住41号床和42号床的两个男青年里 有一个人呐穿过白色上衣 住54号床的男青年已经在玉池里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6月10号住店登记的时候 没有介绍信 也没有工作证 自称是因为工商来北京看病的 但随后又改口说是来护理病人的 并且在登记的时候不愿意往窗口前面站 神色反常 三名干警 随后先对41号和42号的两名男青年进行询问 得知这两个人呢 是来北京卖土特产的农民 其中有一个确实有一件白色上衣 为什么对白色上衣这么敏感呢 因为七二式警服是有白色上衣的 不过一看这名顾客的这白色上衣 是自制的土布 不是制服 这两个人的嫌疑呢 就都被排除掉了 而此时54号床没人 仨人呢 就耐心的等着 直到服务员说 54号床的人回来了 民警张兴啊 立刻上前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 从哪来的 来北京干什么呀 见54号床的这人呢 支支呜呜 也说不清楚 张兴又问他 你带的什么东西啊 南青年回答说 我东西存到北京占了 说着就打算用胳膊肘 把衣柜门给关上 张兴一看 一把拉开衣柜门 一个黄色帆布大手提包 赫然在目 这东西是你的吗 是 张兴啊 低着头打开提包 提包里 果然有一件白色警服 这时候 那个男青年的手 已经向提包伸了过来 张兴眼急手快 双手一伸 拧住了这男青年的胳膊 用力把他压在地上 一边的服务员张华一看 上去掐住了这男青年的脖子 随后又拧住了他的右胳膊 旁边52号床的河北省安次县 同百大队社员王山 也前来帮忙拧住男青年的左胳膊 让张兴腾出手来 仔细的检查提包 果不其然 一通翻找之后 在这提包里搜出了一把五四式手枪 取下弹甲检查 五发子弹 一发不守 此时正在楼道里询问 其他客人的朱昌和张翔 在服务员同谋的指引之下 赶来帮忙 把这男青年捆了起来 经过初步查问得知 这个男的呀 叫李荣 当年25岁 是内蒙古包头市第一机械制造厂 一分厂汽车间的工人 家住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四号 随后李荣和收缴的枪支 警服 对讲机等物品 都被送到了西城分局 由赶往西城分局的专案组成员 连夜审讯 根据这李荣交代 1982年10月 他在第一机械厂 一分厂汽车间 和同班组的工人徐平打架 他一拳呢 就打断了徐平的鼻梁骨 车间主任呢 就责令李荣 赔偿徐平医药费一百元 李荣认为呢 这车间主任偏袒不公 就生出了偷枪报复的念头 1983年5月10号 先后在包头市青山派出所 和昆区分局刑警队两次偷枪 都没偷成 他还真不死心 6月10号流窜到了北京 在列车上 就在餐车偷了城警的一件制服上衣 从兜里翻出一张火车票之后 就把制服啊 扔在厕所的天窗上了 到北京以后呢 先入住西之门浴池 当天晚上就又住到三里河浴池 随后以浴池为基地啊 反正就四处游荡 寻机作案 6月16号晚上9点来中 这李荣来到了北京站 花了五分钱 买了一张站台票之后 就来到站台 晚上10点左右 在站台上偷了两个 翻部手提包 一个包里 装着四十多条凤凰牌香烟 另一个包里呢 装着罐头 偷了这俩大包裹之后 来到一楼大厅旁边的工作人员休息室 开门进去以后 看见有一个人在睡觉呢 就是刘国 他呀 把翻部提包放下之后 就退出去了 随后上了二楼 看见一个房间 有民警进进出出的 他躲在一边啊 就在那观察着 哎 发现那屋门没关 随后他就溜进去了 建屋里没开灯 几个人睡得正香呢 李荣顺手拿起进华 放在椅子上的警服 穿上身 拿起来装着手枪的枪套 系在腰上 并且拿起对讲机 退出房间 回到一楼的工作人员休息室 而此时 刘国呀 已经离开休息室 去汽车站了 休息室里没人了 于是呢 把一个提包里的香烟 全部倒出来 散在长椅上 把警服和手枪 放在提包里面 随后拎着 就出了站了 天亮之后 他先去看了一场电影 下午回到浴池 洗了一个澡 睡到下午五点左右 出去吃饭 吃完饭 来到了西之门站 打算再偷一支枪 但是因为此时 他在北京站干的事啊 已经闹大了 西之门站呢 加强了警戒 西之门站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北站啊 他呢 也就没偷枪的机会了 只好在晚上九点左右 折回到了三里和浴池 没想到一间门 而就遇到有民警 在浴池盘查 最终落入罚网 至此 这起震动北京市的 枪支警服被盗案 仅仅过了十八个小时 就被迅速破获 我终候北京市的